4月26号90后新生代歌手郑兴奇在上海举办极光专辑发布会 不仅在线解答专辑筹备的前前后后 而且也为现场观众提供了一个让耳朵怀孕的机会 极光是一种绚丽多彩的发光现象珍贵而含有 正如郑兴奇在追寻梦想光芒的极限道路上一路前行 这次拥有自己的作品郑兴奇也是激动不已 从获得中国梦之声冠军到专辑发行 不知道奇奇有什么感觉上的变化呢 因为比赛的时候是要唱别人的歌 那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可以学习的对象 让我去学习要怎么唱这首歌 但是如果是唱自己的歌 那没有一个认识会给到我 我要自己去琢磨这个歌要怎么唱怎么表达 对 这是一个买来的 这张极光专辑是郑兴奇与团队等候两年的光芒结晶 在这期间有什么愉快的经历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呢 有趣的事情其实就是刚才老爷在台上讲的 因为我在北京录音的时候 因为老爷在的话我就会很紧张 所以每次老爷都会很自觉地坐在录音棚门外面的沙发 然后有事情或者有干嘛要跟座才会跑进来 但是他每次跑进来我都很紧张 我就以为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是我录音的时候会有一些怪评 就是我会去关录音室的灯 就是如果这首歌比较符合我当下的情绪 可能有些歌我是会把录音广播过的老师肩膀的那个房间的灯都会全部关掉 那有一些歌是所有的灯要打开 有一些是只是开一个小小的灯这样 感谢观看